系统已经预设了聊天功能只限于老师和同学之间进行 学生和学生之间在Zoom课堂进行时 已经预设禁止进行私下聊天 在操作停台中下方按聊天这个键 然后再按右下角这个图标打开列表 打开后你会见到已经选择了所有人以公开方式 即是指所有学生只能进行公开聊天 要注意的是学生仍然可以选同主持人 即是老师进行私讯 或选择所有人和所有同学进行聊天 同样的 同样的,老师从右下方此位置 可以点选和指定的一位同学 或是 beste同学进行聊天 forget to sl satisfaction app протестин actività to Z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